那麼WebDuno它目前主要的有三個雲端平台 但是如果包括bit的教育版 就Webbit的教育版事實上是有四個 因為它有一個雲端平台也有軟體端 也就是它bit跟那個microbit一樣 今天如果你不上網 它也可以透過軟體直接去操作 這個是它為了要跟microbit競爭 所以也開發了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點到簡報第17頁 您可以看到WebDuno主要有這三個 體驗版模擬器跟雲端平台 那這三個平台我們前面兩個 是屬於不用註冊的 就是模擬器你如果說沒有設備 也可以過過干預 在上面直接用模擬的方式 你就拉出來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操作 那體驗版這個就比較接近有完整功能 那這兩個呢都有一個特色就是免註冊 也就是呢你直接進到這個網站打開之後 馬上就可以操作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用比較多一點功能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這個雲端平台 這個需要註冊 可是呢它的功能最完整 它的功能最完整 所以呢老師您可以點到這邊 這個超連結我已經幫您準備好了 點下去 OK 那您可以選擇就是用您的信箱註冊 在下面註冊 或者是單純一點就是用Google帳號授權 就可以直接進去 所以看老師您要用哪一個方式 如果您是用信箱的 要麻煩您去收一下認證信 萬一如果老師不是真心的 如果你只是來玩玩的 不想那麼認真註冊 請找一個關鍵字好嗎 找哪一個關鍵字 找這個關鍵字 信箱皆可拋好嗎 拋棄式信箱 所以如果你 玩一下而已 沒關係你可以用這個 我平常都比較喜歡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自動消費 該來的收到的就好了 所以這個看你了 那我們呢 原則上 我這邊用Google帳號 先登錄一下 好那您一進來之後 一進來之後 會有這個更新的訊息 包括它可能有任體更新的通知 有程式機目更新的通知 都OK 它會選在這邊 好那您進來之後 有沒有看到它有四個主要功能 有四個主要功能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雲端平台的這個程式機目 所以我們今天寫程式 就會寫在這邊 好就寫在這邊 第二個 它針對webduno的bit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另外一個開發板 也有一個在這邊 所以也可以從這邊進到 這裡面去控制它 好那 比較重要的是在 在右上角 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 裝置管理 我先調查一下 老師您有幾個webduno的開發板 像我們前面這位老師 數量應該跟我差不多 哈哈哈哈哈 你跟這六個而已 六十幾個 哦 六十幾個 哦 你看看 你看看 所以如果它要做任期更新 老師你會累嗎 哈哈哈 要做六十幾次耶 所以呢 裝置管理就有這個好處 所以你看我把它點進來 因為我也是大概七八十個而已 哈哈哈哈哈 因為上課一部分用到 啊又有一些同學有沒有 我把它回收了之後 先借放我這裡 哈哈哈哈哈 好你看 在這邊 如果你有這麼多 要一個一個更新 你就累了 所以呢 如果有這樣的裝置管理 我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看你一次有幾個同時打開 好同時打開 有沒有在線上怎麼知道 看狀態 有沒有 看狀態 有綠色的表示它已經 連上網路了 紅色表示還沒有 我只要勾起來 勾起來之後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更新版本 按下去 那這個時候就按下更新 它的韌體就一起更新 好 等於說我們在管理的時候 這樣就會變得比較方便 那麼這個其實說真的哦 其實以後大家應該 都很清楚 物聯網時代 物聯網時代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資安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臉 我也可以臉 所以 Webduno目前是沒有鎖定啊 也就是說它在這個地方 有幫我們裝置做認證的動作 做認證 表示說這個裝置現在是你的 只是它目前沒有鎖起來 也就是說你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目前是只要知道 Device ID 我就可以控制它 但是未來它應該會把這塊 就在做加強 如果說你要做比較安全的 這樣 才比較符合那個規範 那如果老師您要做你裝置的認證 你可以從這邊 上面這裡 要不要一個加號 按下去 然後呢 它會要求你 填上你的Device ID Device ID在我們簡報地業那裡 有一個設備資訊 你可以連進去找到它 那你告訴它你是哪一個開發板 比如說我在這邊 點一點點一點 那麼 輸入了你的Device ID 之後 選好 你可以做一個註解 比如說這是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這裡可以打中文 那Device ID 老師要留意一下 它是有分大小寫的哦 所以如果您 那個號碼 不能全部用小寫 或全部大寫 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了之後你按確定 那 跟大家有一個經驗很雷同 什麼經驗很雷同 就是 老師有沒有在家裡面 用過那個ATM 轉帳 你有讀卡機啊 你的提款卡不是可以拿出來 在上面直接做轉帳 請問轉帳的時候 可以直接插卡就直接用了嗎 不行 它是不是要做認證 你要抽出來再放進去 欸 因為它確認 這個開發板有在你手上 所以說 它裡面會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你看我在這裡 當你按下確定之後 有沒有後面有一個叫認證的狀態 這個 像有打勾勾的表示這個設備我已經認證過了 如果沒有打勾勾的 就是我剛剛只是透過這樣增加開發板 但是還沒有經過認證 那這一種的你就沒有辦法去更新就是它的認證 你不能說我知道你的設備我就幫你更新 這樣危險 對不對 認證的話就差別在可不可以更新認證 對對對 可不可以更新那個認證 目前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它就跟你講說 現在這個設備沒有上線喔 你要先上線 那上線之後你按下一步 它就會請你把電源先斷掉 確認這個裝置有在你線上 斷掉之後 在20秒之內再插上去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ATM轉帳那個 插拔卡的動作一樣 這樣就可以知道說設備是不是真的在你的手上 那完成了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這裡有個綠色勾勾 已經完成了 老師要先認證看看 你給你先認證看看 但是就是 你看一下那個訊息 原則上應該不會太難 反正你只有一個而已 呵呵 你可以先試看看認證一下 認證完了不代表它是你的 呵呵 對我們剛剛講的嘛 目前它沒有鎖起來啊 所以我只要知道Device的你還是可以用啊 只是差在就是更新認證 你透過這樣子 尤其多格的時候會相對比較方便